他本来是被东汉朝廷效命 却为什么要与曹操一决生死 他本可以一战改变历史 却为什么最终功亏一会 敬请关注三国名将马超纸 三国汉马 马超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名将 与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并称五虎上将 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他是东汉开国名将马元后 本人却有一位相足足 他最初为曹操流血效劳 后来却打得曹操差点命丧黄河 作为名副骑士的三国汉马 马超在沙场舞台上的重头戏 就是在著名的同关大战中挑战曹操 那么马超与曹操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同关大战因何而爆发 马超在大战中又有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和意外结局呢 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你讲述三国名将马超上级 三国汉马 马超自梦起 超和起 那都是含义上有呼应的 梦表示他是老大 大家都知道 他是哪个人呢 东汉 东汉 浮丰 茂林县远 这茂林马家 那是响当当的家族 最著名的他的祖先就是马源 马源是什么人呢 东汉开过原信 光武帝 刘秀的亲家 马源的女儿 嫁给 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那儿子后来就继位当了皇帝 民帝 所以他既是皇帝的亲家 老皇帝的亲家 又是少皇帝的老丈人 这真是烈火朋友 鲜花住居 但是呢 没有长久的富贵在人世间 所以到了东汉后期 这马家逐渐就衰败了 马超的祖父只当了一个小官 而且还下了岗 所以家庭很贫困 最初 娶了一位羌族的女子为妻 生下了他的父亲马腾 所以他又有羌族的祖母 马腾 要想办法 要整心马家 怎么整心呢 找到了一个机会 东汉林帝 中平元年 公元184年 黄金起 中原黄金起 河西走廊地区 也随时发生动乱 这马腾呢 就在这个时候 镇压河西走廊一带 的动乱有功 于是崛起为军事强人 关隆地区的军事强人之一 那么马腾成为军事强人 他的长子马超 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个马超在战场上的 第一场辉煌圣 也就是亮丽的处女秀 献给谁了 献给了曹操 为什么他是献给曹操呢 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曹操在控制了汉县地以后 一段长的时间之内 他都给北方的最强的敌手 对手 袁上 一级高下 增多对北方的控制权 那么为了缓活和利用其他的力量 所以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朝廷 就对关隆地区的一批军事将领 杂牌军将领 采取先安抚后利用的政策 实际上就是后事所的招安 那么马超的父亲 马腾就解收了招安 你解收招安 那么你指望有表现了 所以表现就是派儿子马超 率领一万强悍的骑兵 去支援曹操 怎么支援呢 就去打河东郡平阳附近的 属于袁绍阵营的一个将领 叫国援 那么这一场战役就在坟河的西岸的平阳展开 平阳就是现今的山西省的林分寺 在这场战役当中马超趁国援渡河的时候就发起进攻 但是国援的势力也非常强劲 所以马超在沙场当中脚上就中了刘剑 宣写入住 他用布口袋拔出箭头 用布口袋 把脚伤口扎住 继续带头冲锋 结果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当场斩杀了国援 取得了完胜 而且把这一场他的第一场处女秀就奉献给曹操 曹操妈就对他进行奖赏 就任命他为徐州赤士 还封为都庭侯 又升官 又封侯 成为东汉朝廷给予的正式的官职 和侯者 这一下 马超就算正式的游乐官了 还有爵位了 但是人世间的事总是无常 接下来 来自曹操的一场打击 就要面临到马超的头上 那么什么打击呢 原来在建安16年前后 曹操早已经把袁招消灭了 而且南下进攻 孙权在赤壁受挫 于是他就改变战略的发展方向 把战略的发展方向呢 就改向西方 改向西北 西偏北 关隆地区 这个时候 他用什么样的办法来 他就说 我现在要率领大军 前去进攻 消灭 盘踞在汉中地区的张禄 但是取一到哪了 从关中地区过 也就是说从中原 进同关 然后进关中 从关中 然后月秦里下来 去攻在汉中 盘踞在汉中的张禄 那么曹操决心 你要经过关中 号称 声称经过关中去打汉中 这一来 马超就面临了两难的选择 为什么呢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因为 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在关隆将领当中 接受招干态度是非常极忌的 所以当初曹操以东汉朝廷名义 发出招案的这一个文告 和行动以后 马腾就很主动地到了东汉朝廷的所在地 许渝县 是现今荷兰的许昌市 更重要的是马腾不仅自己去 而且带了自己的一家 还有大批的亲属 二百多人 到了朝廷 这一批人实际上 就是曹操手里边的人质 你向朝廷怎么表忠心 自己再带一批人质来 这就是人质 万一有什么事情呢 这批人质 就是要遥迁你的重要的码码 所以如果说马超要举兵反抗的话 那么自己的老父亲 还有自己的一家人 还有一大批马家亲属 那姓名就难保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就去主动地投降 又到曹操手下去 结束张安了 主动地交出军队 到了曹操手下去 是不是就安全了 他心里边没有底 没有底这个时候呢 他个人的强悍的沙场汉马的 倔强的个性就占了胜 这个时候他的人性在这一面就显现出来了 与其全家死光 全宗族死光 还不如外面有一个 再说 如今我们在关中地区 有多少达巴尔军将领 十位 有多少兵马 十万 兵强马壮 梁草丛组 别大 曹操 势力好像还强盛一点 所以我们要是齐心合理起来 给曹操 来干一场的话 说不定有取胜的希望 一旦取胜了以后 我们全家不是翻身就得自由了吗 面对满门二百多人 借为曹操人质的现实犬径 马超冒险一搏走上了举兵反抗的道路 并将十万兵马 驻扎在了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的著名关爱 铜关 以一代脑 以手带工 一场激烈的大战即将在铜关爆发 那么马超在铜关之战中 能够实现他战胜曹操的希望 面对制止死地而后生的艰难抉择 马超接下来的命运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变化呢 那么马超在铜关大战当中 能不能实现他战胜曹操的希望呢 讲解战胜 必须紧扣地理 否则就点不中要害 马超他们十元将领 举兵反抗以后 屯兵在哪儿 就屯兵在关中平原的东大阪 铜关 这铜关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县京 陕西省 铜关县 北面 在黄河边 黄河南岸边 这个地方的形势啊 可是天下少有 五十年前 我在西安交通大学 读功课的时候 我就多次给同学们 爬什么 爬货车 运煤的 敞篷的货车 在那个煤堆上 蹲中 然后就往东 坐几个小时的货车 到华山 铜关这一带 去寻防古迹 我 考察以后呢 当时我就把 我 看到的情况呢 总结为 两个 一 控制 三 这个地方的地形 第一个一控制三 就是 一座华山 控制 三条河流 第一条河流是黄河 滔滔黄河 从北面过来 因为从火到 这么下来 不是向南吗 向南 一直下来 下来 下来 铜关这个地方 被西越华山 被西越华山阻当 逼迫 改道 急剧改道 改道向东 所以 滔滔黄河 就在华山 下面 脚下不远 这是第一条河 还有第二条河 是渭河 渭河 从八百里 秦川 西边过来 就在华山脚下 汇入黄河 这是第二条河 在汇入黄河之前 它还吸收了 另外一条支流 是从陕白高院上 下来的 叫落水河 这就是 一座华山 控制三条河 第二个 一控制山 是一座铜关 控制了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 就是从中原 进入关中的 路上的交通干道 干线 东西干线 相当于后来 我们铁路 龙海线 就这样过来 就是原的这条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就是从黄河下游 上来以后 船要进入渭河 然后进入关中平原 这是水上的航道 水上的黄金航道 控制了 第二条 第二条路 水路 还有第三条路 什么路 就是现今 山西 陕西 交界处的渡口 丰林渡的渡口 这一条通道 所以是 一座铜关 控制三条路 如此奇特的 显要的地形 堪称天下少有 那么马超他们 十位联军将领 囤 囤兵十万 独在铜关这个地方 好 一下就把 进入关中的通道 完全堵死 实在 当时 朝军的主帅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 当时朝军的主帅 是 曹操的宗族 将领 叫 曹仁 其实此人的 用兵的本领 还是不弱 但是他没有办法 过不去 那么 三月份 起兵 到八月份 没有打开局面 怎么办呢 曹操只有亲自上阵了 其他将领 没用 只有亲自上阵 所以八月间 曹操就来了 曹操到了前线的时候 部下的将领 就来纷纷给他 反应 说关西 同关以西了 那么 这些关西军队 非常消害 勇猛 而且贯用长矛 骑骑马 就是骑高头大马 使长枪 很不好对付 曹操听了以后 决心使用一手骑招 来打破这个局面 什么骑招呢 这个骑招呢 当然不是曹操的原创 是他手下一位大将 异姓五虎上将之一 叫徐晃 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黄河 从河到下来 不是从北向南吗 他就是在河东岸的人 所以他就是在附近不远的人 对周围的地理很熟悉 所以他向曹操 进宪了一个妙计 什么妙计呢 就是两次黄河 两次渡过黄河 饶到杀进关中的办法 具体来说 怎么操作了 就是我们不是现今 受主为铜关 往西不能发展吗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从铜关的东面 渡过黄河 因为铜关东面 是黄河南面 刚才我不是说了 铜关是在铜关县 北面的黄河南岸 渡过黄河 渡过黄河 然后直奔北面 六十里开外 有一个县叫蒲板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 当时很著名的渡口 叫蒲板基 到了这个蒲板基以后 我再向西渡过黄河 这第二次渡黄河 然后渡过黄河 我再绕下来 相当于我搞一个 有制形的 这么一个大鱼毁 就不是都到你铜关这十万大鱼的背后去了吗 我们现今足球里面经常说大身后 登 一柱长船 搞到你身背后去了 他这个就相当于 好登 一柱长船 然后一个大鱼群的迂回 就这么来 曹操觉得此际圣妙 于是就造此担离 那么接下来 曹操就开始指挥他的主力 从铜关的东面的黄河南往北渡河 那么对于曹操的这一手 马操早就有预感 他曾经对联军的另一位首领叫韩岁 说在北边的黄河西岸还要布置一支队伍 阻止他从北面土板一带渡河 但是这个韩岁呢 智商要差一大解 而且还自以为是 他听了马操的话不以为人 他说曹操要渡河 让他渡马 他要在黄河的东岸渡过西岸 首先要从这边南岸渡过北岸 我们趁他在南岸渡河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铁骑兵的马队出动 家里冲锋 把他们挤一下黄河 全部都挤下去 安死喂鱼 不是更痛快吗 他不踩了 他不踩了呢 马操也无法单独行动 这一个预防措是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就给曹操一个可乘之计 马操看到了 韩岁不踩拉他的意见以后 而曹操的主心团 在不断的度过 他想你不踩拉 我就只有采取一个实际行动来弥补 他就率领自己手下的一万多骑兵 真正对曹操正在指挥的主力军团 渡河的军团 实行压迫式的冲击 他的马队从地平线上 乌乌乌乌的就追了赶了上来 这个时候曹操 他在黄河的南岸边的一个小坡上 坐在一个叫做壶床上 不动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形容 就是淡定 什么叫壶床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马扎 那么曹操不动 为什么呢 他显示主帅的阵地 要最后渡河 但是眼看马朝骑兵的利剑 已经都开始射到身边了 他的四位将领许出 四位长许出 然后还有统兵将领张鹤 也不管他淡不淡定 夹起他 然后就往船上走 好在曹操呢 身材不高 体重不大 所以夹起就往岸上就船上奔 就要上船 当然曹操 船奔去 那么其他的当然就乱了 其他队伍就不是有序议的渡火 那么就是乱红红的渡火 所以曹操才一上船 其他的士兵也就要爬上船 所以船一下就偏了 因为船帮的靠岸的这一帮全部都吊着士兵 要上船 怎么办呢 为了保证曹操的安全 这个时候许出 就拿出利刀 往船帮上来 手臂砍去 那是自己的 照砍 砰砰砰砰砍 好不容易 手帮砍断 砍断完 然后船离岸 一离了岸不远 马朝的军队已经追到岸边 船老大 驾船的船老大 被利监射死 就射死 一射死船持续控制 一旦游到下雨就飘了 一飘就飘出好几里 马朝的军队就沿着河岸 一边追 一边用射 当天要是老天有眼 哪一件射中曹操的咽喉 此后三国律师就要改写 好在老天当天是照顾了曹操 许楚就亲自代替这一个船老大驾船 而且他用一只手举着马鞍 来给曹操接着这个利监的电雨 好不容易才到了北岸 所以最后曹操脱衔以后说了一句话 今日几为小则所困 差一点被马朝这个小家伙 把我困死在这 这是同关大战的这么一个战况 主书的鸭子飞了 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 最终却功败吹成 隐恨杀场 这对马超而言 无异于致命武器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形势竟然急转停下 让马超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境地 那么霍夫担心的马超能否突出重围呢 那么没人在同关的黄河边上拿下曹操 紧下来的形势就开始发生异转 就对马超这一方很不利了 不利在哪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曹操占据了 进入关中的战略要地 因为曹操通过两次杜河的办法 主力军兵团也到达了黄河西岸以后 他就一改过去 他用兵非常神速的这么一个用兵风格 而采取了一个非常稳健的用兵的战术 因为他知道 关西的军队都是骑兵为主 那都是长枪大计 远距离的杀伤力很大 冲击对步兵的冲击 那杀伤力尤其这一个厉害 所以他采取什么办法呢 一渡过了黄河以后 他就用他载重后勤物资粮食的车辆 并排起来 排成两行 形成了一个平行的防御的屏障 然后自己的步兵呢 在中间逐步的向南推进 稳步推进 所以他用这个战术呢 而关西的铁骑兵团没有能够阻止他 那么在当年的润八月 他终于成功的推进到了渭河的南岸 到了渭河的南岸以后 从这个地方往关中的中心城市长安 也就是陕西省的新安市呢 那就是一马平川 而且距离也没有多远 这是第一 就是被曹操占据了这一个战略地带 有利的战略地带 第二个不利呢 是马超准备向曹操而计谋 反而上了曹操的大 因为曹操推进到渭河南岸以后 又采取了一个 给他以前用兵风格极为不同的一个战术 以前他用兵都是主动出击为主 但是这次他坚守不战 就是不跟你打 不跟你决战 好 这个马超求战不得呢 硬的 好像没有战到上风 那么我来软的 于是向曹操提出什么呀 我们议和 然后我们隔让一部分土地 那么我们双方撤军 怎么样啊 实际上是个缓兵之计 那么曹操 听到了马超提出的建议以后 给手下商量 这个有一个谋臣 比较厉害的谋臣 贾曲 就提出一个建议 就说他想使出缓兵之计 那我们就使出一个离剑之计 这一下曹操就对 马超使用离剑计 那么说明马超在玩计谋上面还是比曹操论了一点 那么这个离剑就怎么玩的呢 这一天 双方 各自把自己的兵马 推到远距离以外 一边出动两位主要人物 曹操一方是曹操带着他的石卫长许厨 就是著名的勇将 他的勇士 许厨 这边就是马超和汉水 骑坐马 四匹马四个儿 然后我们在中间地带开始议和谈论 和平解决的之前的第一次结束 这一年的马超是36岁 韩岁比他年龄大 韩岁的年龄是跟曹操年龄差不多 而且韩岁的父亲 还跟曹操是同一年的举个孝脸 孝脸是东汉时期 举荐人才的一个主要的科目 所以曹操的离间就怎么使呢 他就故意给韩岁 讲了很多以前金城老朋友的事 这一老朋友既是曹操熟悉的 又是韩岁熟悉的 于是两个人越说越求机 两个人越说 两个人就马对马来马 就并边谈 越谈越高兴 曹操故意 用脚来操纵自己的马的话 离马超越来越远 越说越高兴 越说越离马超越远 说了好一阵子 说了两个人鼓掌欢笑 然后才回来 回来以后马超就问韩岁 就说曹工跟你说些什么 你们两个人说的那么高兴 兴高采烈的 韩岁觉得好像都是些陈古子兰芝麻的事 这些事你年轻 你后辈也未必知道 那说跟你没事也没有什么用 于是就随口一答 就说没什么 我没说什么 马超心想 你们没说什么 说的那么高兴 心里边就起了疑心 而没两天 曹操又给韩岁送来一封私人的书信 信上又故意做了很多涂抹的地方 这个涂抹使人一看 还以为曹操有意识地掩盖 它和韩岁中间有什么秘密 不好公开 把它故意涂抹的 从上下文来 留下来的上下文来揣测的话 是这么一个结果 韩岁心想我这个文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 所以给大家传观 一传观了下来以后 马超和其他联军都怀疑韩岁和曹操 恐怕是暗中有勾结 于是联军这一方的人心就散了 本来想对对方玩计谋 没有成功 结果比对方倒玩了计谋 把自己联军的人心搞散了 那么散了以后 曹操觉得这个火候到了 于是双方约定 某一天 双方进行大战 大决战 生死对决 这一天是哪一天呢 史书上记载是九月 当年的九月 根续 当时的祭日呢 是用甘之祭日 根续这一天嘛 实际上是 那一个月的十五 是九月十五 根续 双方的大决战 就在渭河平原上展开 马超这一方 虽然人数占优势 战斗力也强悍 但是因为人心散了 再加上只会不同意 什么一战的结果 关中联军大败 而且还有将领当场阵亡 那么同关大战 就以曹操一方 取得了完胜 而结束 同关大战 曹操以弱胜强反败回胜 将马超等人的关中联军 彻底击溃 从此占据了 号称八百里勤穿的关中平原 为进一步拓展曹魏势力 奠定了更加雄厚的基础 兵败后的马超不得不率子残步 被迫逃亡甘肃东部的梁州济县 一带 那么本来人数上占有 地理上也占有的马超一方 为什么遭到这样意外的截取 他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失败原因两个方面 总结起来这两个方面呢 都不是他用兵才能的低下 而是他在人生经验上的欠缺 对人性观察上的欠缺 具体来说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对关中联军的性质 缺乏清醒的认识 关中联军虽然人多 但是他分数十支将领 各有各的自己的首领 这十支部队是松散的利益联盟 不抢对方 曹操的军队是绝对的 一元化的指挥 这是一个对关中联军的性质 第二个是对关中联军 对他的伙伴的才能和素质 也缺乏清醒的认识 他的活着者当中 最主要就是这个寒碎 寒碎不仅才能低下 而且素不知还低下 因为自以为是听不得有利的意见 这一个固执己见 那么这样一来 马超虽然有很解释的用兵才能 但是无法施展 所以这就证明他在洞察人性的眼光上 他还是论了 但是反观曹操 这个老江湖 在观察人性上面就经验很老道 他对于关中联军有一个四字的评语 四个字的评语 很精大 四个字什么字呢 军无敌主 他说关中联军的最大的要害是军无敌主 敌主是什么意思 就是具有权威的专门主帅 他一下就看出来 你们都是乌合之路 没有具有权威的专门的主帅 那么为什么没有具有权威的专门主帅呢 原因就在于上面连点 一个是关中联军的性质 二一个是马朝合作伙伴的才能和术 性质松散 伙伴无人 这两条形成就是表面对方观察出来的 总结出来就是军无敌主 四个人 我们现今大家都知道 一个群体要做成功一件事 我们经常说的口头上是 力往一处始 心往一处想 关中联军性质松散 就不能保证力量往一处始 伙伴无人 又不能保证心往一处想 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马超虽然是具有主帅的才能和名声 但是他没有主帅的权威和地位 所以他的角色发生严重的错位 这样一来失败不可避免 马超虽然战败了 但是他的用兵才能还是应该得到可观的公正的评价 从作为名家 他在冲锋宪陷阵上的骁勇 那是出色的 他在同关追杀曹操 比得曹操狼狈 上船 离开黄河南岸的话 也够得上三国汉马的这么一个美名 另外他在运筹微卧上面的 智盟上面 他也应该属于中等偏向 如果当初韩岁 能够听从他的建议 在河西岸布置一支非主力的部队 只要能够成功的阻止 曹操的先前部队渡火 那么整个的战争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我们不离成败任兵英雄 以马超的用兵才能而论 他还是应该在蜀汉名将中排第三名 赐予关羽将飞 是蜀汉名将的第三名 下一集 我讲马超的 他后诞生 啊 谢谢